在跟大家來分享我所知道的三國 探討這個關於親師生這個三角習題之前 因為這題目蠻難的 所以我們做幾個簡單的題目來暖身 在座就是你們 你自己覺得屬於想得多的人嗎 這題其實蠻簡單的 我們是臨床心理師 我們大腦最常運作的 就是假設性的思考推論 我們看見你們肯花一個下午 來參加TED活動 肯定比外面的人要想得多 第二題難一點 萬一你不只想得多 你屬於想太多 容易有煩惱 但要怎麼辦 我們生意大部分都是靠這樣而來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自己從小就是想得多的人 精準的說 我算是神經兮兮 太敏感 我曾經有考試壓力 交朋友壓力 搞到我晚上睡不著覺 失眠好長一陣子 我那時候一直擔憂 如果六月三十號有蚊子把我釘醒 我七月一號就會沒有精神好好考試 我人生就毀了 我選心理系 是想要幫助我自己想少一點 我唸了半天唸到大二 有一門課叫性格心理學 楊國書老師在課堂上引用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 一個孩子六歲到八歲 性格就定型了 我有抄筆記 抄不下去 這個狀況一直到我有一個老師叫吳銀章 他在訓練我們臨床心理師 不斷強調臨床心理師頭腦要想得多 要常常進行假設性的推論思考 我那時候有一點點下意識的感覺到 會不會我太緊張 很容易敏感的這個神經系統 換個角度其實蠻敏銳的 搞不好在看別人的時候思考蠻快的 我慢慢的找到的一個答案是什麼呢 也許想得多 並一定要變成想得少 不一定要變成想得開 搞不好一路給他想到通 像我這樣子慢慢接受我自己 知道原來想得多 搞不好可以做心理醫生有收入 我後來有出書 我的老師還在我的序書上面幫我寫序 他就說有些學生還沒有受心理學的裝備 天生就已經具備某些能力 他這樣一寫 我在這個行業信心百真 希望今天我們這個分享 也幫大家對這個親師生三角習題 給他一路想到通 有沒有看到三角形 我在1997年 今年我剛好是工作第21年 我21年前長什麼樣子 你應該可以想像一下 沒有老師願意敢把學生交給我 我是全國第一批 把臨床心理師放到中學去實驗的臨床心理師 就算後來有幾個老師 大概在很多人拜託家要給我一點工作 他們就把班上最難處理的 這個放小孩子還小case 我去的是中學 很多個子都比我高 都是全校大為的 送到我的輔導室 你也知道 我也只能一直哄他們 一直安撫他們 有一點像大哥旁邊的小弟 好不容易他們情緒穩定了 又回到班上 那你也知道他們血氣方剛 沒多久又固態附盟 我越做越挫折 我每週跟他們談 我就搞不懂 那國中老師每天要跟他們接招 到底怎麼活下來 我後來帶著很愧疚的心情 去跟老師報告說 我其實蠻佩服你們可以一直活著 我自己都沒有什麼成就感 那要不要我們結論 讓這些比較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在教室坐不住挨搗蛋的 翹課的 我們讓他惡化減慢就好 有些國中老師還拍拍我說 你是我見過最專業的專家 後來他就介紹了一堆家長 也是被小孩困擾的來 那這些家長來很妙 他們的小孩大概都大同小異 就是什麼長大了以後 不乖 態度很差 然後該念書不寫功課 然後跟同學愛鬼混 還偷談戀愛 那他們衝突排行 親子衝突排行第一名的 就是使用手機 那這些孩子原則上是不想來看心理醫生了 那爸媽大概會用什麼方法把他拐過來 拐過來當事人其實坑都不坑 也不看我 那病人不看我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工作 到時他爸媽講個不停 那他要講的我大概已經知道 因為青少年大概就是這些問題 我最後只好把他爸媽請到固談室外面 我單獨一對一想要關懷這個孩子 可是孩子還是不理我 我使出我們心理學最高明的叫做高層次同理心 你不說對不對 我直接幫你把心理的話說出來 我怎麼說 我說我剛剛有觀察一下 好像帶你來的那兩個人 其實狀況比較不好 應該要談的是他們 這個孩子反應跟你們一樣 就有反應了 然後我就說 這邊醫院的Wi-Fi 其實我們醫院原則上是不能有網路 那個有訊號的問題 我說其實我個人開分享給你 你最近玩什麼手機遊戲 可以教我嗎 這些就是他媽媽爸爸花錢 想要叫我治療的 我不但沒治療 還跟他交流 那你也知道我年紀比較大 我玩這個手遊就是不是很拿手 那他就很認真教 我們馬上互動就好 後來他崇拜什麼偶像 花錢偷買球鞋 跟班上什麼誰比較好 誰比較不好的八卦 通通都聊完了 我們相談甚歡 結果那個時間很快就到了 媽媽就敲門 那個小孩好像看到鬼一樣 手機立刻藏好 然後臉又扳回 剛剛一開始不理人的樣子 那媽媽好像很殷切的問 談得怎麼樣啊 那小朋友不吭聲 她問我說還好嗎 我說要保密 我們心裡醫生跟病人談話是要保密的 最後媽媽就問 那你還要不要再來 小朋友就很冷酷的說隨便 我心裡想剛剛那麼熱絡現在講隨便 這生意怎麼做 我轉過頭去媽媽眼淚已經流下來了 我心裡想怎麼回事 他講個隨便你有這麼傷感嗎 他說因為看到你這邊第五家了 前面四家都說不要 柯老師那就麻煩你了 最好笑的是 媽媽把小孩弄出去 還是要逼問我你們談得怎麼樣 我再強調我們是專業的保密 小孩我也有跟他講 叫他不能跟爸媽講 我說不然你下次可能不能來 結果他被媽媽逼急了 他有點活大 他就吼出來說 醫生說你比較嚴重啦 你才需要看 媽媽後來真的自己花錢再來 掛號一次 他一定要知道我說 他說 說我有沒有這樣講 我趕快指牆壁上那個證照 說你是信你小孩還信我 我專業的 我說我全文啦 我說詳細不能講 我全文是說 生一個小孩養到這麼大 態度這麼差 還要跟他生活在一起 久了會生病 我原本講 我媽媽又開始感傷了 最妙的是最後小孩 單週來還不一定每次來 媽媽雙週來是每次都來 那近年來 近年來欣欣的議題是 小朋友不知道為什麼 對於上學產生恐懼 那照理講這還是小孩子的錯啊 可是小孩子不上學 到底要不要逼他來上學 老師跟爸媽 三個人經常一見不一知 我有一個小朋友是被媽媽 他直接拐過來 其實他不知道用了什麼理由騙他 最後是來門診 那媽媽當然又嘻哩哩哩哩講 什麼不上學啊 沉迷網路啊 我正準備要請他離開 要使用前面的治療方法的時候 小朋友居然開口了 他第一句話說 阿公現在把房產留給我 你是在不爽什麼 我心裡想這跟媽媽 剛剛數落你這個邏輯是怎麼痛 我正在這樣講 他心裡好像有感應喔 他立刻就說 我活得很痛苦 將來不會結婚生小孩 我打算就這樣子過完一生 我房子會分一半 我出租 我收租金 簡單三餐配網路 我一聽這功能很好啊 他整個生涯規劃都完成了 這還什麼需要輔導 還有更誇張的例子 你聽聽看 那個是被教官硬駕過來的 那個他跟教官還在有點掙扎 要罵教官什麼 我想怎麼回事 在我們整間怎麼這麼大小聲 他罵的內容太誇張了 他說齁 他說 我 我是想自殺沒錯 可是我怕痛 所以你不要再抓我來看病 我不會死 我只是活得很不開心 他說我根本就不想來投胎 都是 都是我爸媽N年前亂搞 我不想來地球 我現在又不敢自殺 我卡在路中間進退兩天 就為了他要不要上學啊 考試成績怎麼算啊 下學期還可不可以註冊啊 我就被抓到學校去 處理大人之間吵架的問題 這就是我常常遇到的三邊問題 那你也知道我還是睡不好啊 工作以後 因為我超過六歲的嘛 我還是依然沒睡好 唯一有進步的是 唯一有進步的是我不掙扎了 我放棄了 我就睡不好 那睡不好我就起來翻書 我來研究這些問題 真的還被我找到一些答案 第一個被我找到的是 那個老師跟學生 有一個心理學家叫Gardner 他翻譯中文叫加納 他提出一個叫多元智能 你有看這個常態分配圖 他講到八種九種十種 每一個小孩應該有不同的天分 有的小孩就在常態分配圖裡面的那個耗動 有的呢就是很安靜 對於那個做不住很大尾的 屁股本來就很尖 按照加納的說法 老師要想辦法讓做不住的小孩很忙 他就比較沒有空跑出去 我後來發覺如果老師可以想像每一個孩子都不一樣 也許用不同的角度看待 他們關係可能就會鬆一點 我另外又翻到一個心理學很有名的理論 Eriksson這個大師 他說人從出生到老分成很多階段 那小朋友長到比爸媽老師肩膀還高的時候 他在發展一個東西叫自我認同 自我認同的意思就是他在研究自己到底要變成怎樣的人 所以爸媽老師說什麼不能輕易接受 他們的臉會顯出不屑的樣子 黑人白人黃人紅人都一樣 只要長到比爸媽高 原則上他就會讓爸媽生不如死 我今天來演講是告訴你們感生小孩 這邊在座的家長都很公平 親子專家已經出了很多書 教大家怎麼活下去 我也有整理一個DVD 叫親子教養的投資心法 只是我在陪這些爸媽調整的過程中 畢竟他們也花了十年變成很熱愛小孩的爸媽 一時間要接受小孩這樣子的對待 真的很難接受 唯一只能安慰你們全部的家庭都在經歷 這些都找到理論 比較麻煩的是下一個 我找不到理論 那你也知道 有的時候我也不是只有十年那麼認真 有的時候我會做一些活動紓壓 我就經常看那個球類比賽 球賽總有暫停的時候 我只好轉台 隔壁台剛好在演一個歷史劇叫三國 他演到那個赤壁之戰草船借鑒 那我知道一般人一定在看那個建設了多少 然後這個周瑜跟這個諸葛亮誰鬥志比較厲害 那你也知道我就是想得多 我看著看著突然想到 會不會老師跟爸媽 他們剛好就是兩個小國 然後小孩子其實是大國 那時候照三國演一演的 吳國跟蜀國承認自己是小國 願意合作各讓一步的時候 就擋住魏國的攻擊 暫時的和平 那你也知道和平沒多久 聽說吳國跟蜀國為了搶金州打成一團 魏國就復活了 我那時候連結到的是 會不會老師跟家長 爸爸跟媽媽 經常在火拼誰的教養觀念 誰對孩子管教的尺度才是對的 兩個小國互相在爭誰是第二 結果被這個小孩有了可蹭之際 我是強烈建議老師跟家長 爸爸跟媽媽 大家平心盡氣承認自己是小國 找到共同的底線 讓大國知道 雖然我們兩個小國也不一定很合 好歹我們共同的原則就是這樣 也許全家跟班級都會找到一個平衡點 你有沒有發現 只要能研究出理論 找到精闢的論述 這些細題好像不是不能解 但是如果你以為你聽了這個演講 回去就把這一套 不管是他們之間的衝突是誰跟誰 你就去直接跟他講道理 今天聽了一個活動 是要這樣做這樣做這樣做就對了 我告訴你 親師生三角席題是有解題陷阱 你這邊有沒有看到一個大腦 因為我有查閱TED點閱率比較高的 都要講到大腦 所以我一定弄一個大腦 我這張投影片要解釋呢 是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套用在大腦結構上來說明 你跟那個心情很不好的 不管老師爸媽孩子 直接講道理 直接講道理是什麼呢 就是你輸入那個大腦皮質 上面那個肉色是管IQ的 中間那個紅色是管EQ的 下面那個藍色是活下去的 藍色跟紅色 他的反應速度是近乎於本能 比理智像你們聽我演講在思考 要快很多很多的 所以你講越多的時候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會出來 他情緒反應就特別多 所以你苦心聽了一個很精闢的演講 認真跟他講解完 他會說最好是 我是親耳聽到 我們有去一教室演習中心一個座談 我們很多專家就在講解 那個班上有做不住的 按照Gardener的理論 他叫多元智能 請你們設計讓那個做不住的 有事忙 你用這樣的角度看他 你們關係就會好轉 然後我看那個老師在休息 上廁所的時候他們竊竊私語 台上教授很厲害 只會在那邊講理論 有本事叫他來設計有事忙的活動 給我們班上那幾個火堡 看看他在班上他會不會生氣 你有沒有發現直接講理論 其實聽的人很容易變成情緒的反應 我又想多了 我在想 那如果我們來一個反向操作呢 你們有沒有想過 顛倒過來順序 我們先不講道理 我們先照顧他的感受呢 所以我們有這個公式 今天我們學到這邊已經把理論學完 實戰的時候你可以套公式 第一句話你自己可以默契 叫做先給善解 下一句叫做理智自來 所以我們的順序不是跟他講剛剛Gardener Ericsson 三國 我們怎麼套用呢 你試試看 假設是那個班上很大位的 學生他不進教室的 你可以這樣講 其實你不是 其實你不是故意不進教室 很多老師聽到這裡就受不了 他說明明就是故意不進 你怎麼可以這樣睜眼說瞎話 你們今天是聽我講 還是要按照你的方法 聽我講你就要先給善解 先給善解就是體諒他的情緒 其實你今天不是故意不進教室 是因為老師教的 你實在聽不太懂 不知道在講什麼很無聊 所以你才不得已跑出來 前面一句強調不是故意的 下面一句幫他找所有的原因 那萬一你們真的幫這個孩子找不到原因 你就說因為全球暖化 可能莫名其妙容易煩躁 所以你才會這樣 這樣記住這個公式了嗎 這個就是完成了先給善解 什麼叫理自自然 因為那個意思就是說 你讓他的情緒得到和緩以後 後面說可是你東奔西跑 還是被殉導處抓到啦 那這樣逃亡也不是辦法 要不要跟我們心理師 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下次老師還是教那個 你聽不懂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辦 其實很多孩子是願意跟你聊聊天的 最後我今天要給大家的口訣 叫做生命直到被看見 改變才可能發生 你也可以把它換成說 生命只要被看見 改變就可能發生 第二個好像更積極一點 最好這邊大家英文程度好 你還可以幫我想一句很漂亮的英文 這樣可以傳扬到全世界 這個口訣你常常會在心裡 為什麼呢 它很有力量的 當然我今天用了很多大腦的證據 告訴你先處理我們的原始腦 其實理智腦會慢慢恢復功能 這個是近年來斷層掃描給的資料 但是我必須實在告訴你們 我可以堅守這個崗位到今年 二十一年甚至樂此不疲 其實是因為當年吳老師 還有我生命當中有好幾個貴人 他們好像總是在我懷疑自己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 他們相信我在臨床心理這一塊工作上 是有天分的 我甚至因為這樣子 我比較開始有勇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其實很討厭我想的多 可是因為他們這樣相信我 我開始在想 會不會想的多也是一種能力 所以你知道嗎 被人家善解 被人家了解 我就是一個親生經歷這樣子 可以產生這麼大改變的孩子 所以我很希望奉勸 因為你們可能也是跟我一樣想的多 你也要重新相信自己 你容易煩惱容易緊張 容易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沒有問題 只要你可以好好的把你的能力發揮 因為我們不需要變得那麼完美 你可以切換一下視野 也許你有一些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能力 你本來甚至認為它是缺點 你換一個角度 其實我們的生命也有機會完整的綻放 對別人做出很大的貢獻 謝謝大家